我們還在全世界救援 還有無數的戰友 現在多少戰友說 七個我們要捐錢 我們要捐錢 舉著反共大旗流亡美國的 知名富商郭文貴 金船和自己的財政顧問 利用各種名目籌資募款 涉嫌非法吸金超過十億美金 相當於臺幣307億 在紐約遭到逮捕 市區聯邦檢察官 指控郭文貴中保私囊 用髒款在紐澤西購買豪宅 和價值一億臺幣的法拉利跑車 謝謝 郭文貴和前美國總統 川普的顧問班農 是名義上的商業夥伴 2020年8月 班農就是在郭文貴的一艘遊艇上 因涉嫌詐欺而被逮 但兩人是互惠互助關係 班農協助郭文貴建立網路媒體王國 還成立新中國聯邦 企圖推翻中國政府 檢方起訴書指出 郭文貴和余建民 從二零一八年開始 利用詐欺和虛構的商業 及投資機會 向受害人索取金錢洗錢 和挪用資金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同步對郭文貴提出民事訴訟 指出郭文貴是連續炸漆犯 利用加密貨幣和其他投資的炒作誘惑 導致數千人受害 離奇的是 郭文貴位在紐約荷蘭雪梨飯店 十八樓的住所 就在他被逮後傳出火警 引發陰謀滅症的揣測 當局現在已經沒收購文貴 新台幣195億炸漆 所得購買的資產 不過他的財政顧問余建民 還在逃亡 三立新聞 謝林軍報導